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胃于后腹膜枪 早期症状不明显 几乎80%以上的胃脏癌发现时已无法手术治疗 5年存活率低于5% 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 胃脏胃于胃的后方 通常只看得到一半 即使罹患胃脏癌也非常难发现 在医界被称为黑暗器官 不过日本医界找到检验胃脏癌的小撇步 就是在照超音波前 让患者先喝一罐日本知名饮料品牌 午后红茶的奶茶 使得发现胃脏癌的患者中 约七成的已早期发现 研究胃脏超音波检验 超过10年的前大阪国际癌症中心复院长片山和红指出 如果在胃中填满水分 可以让胃脏超音波显影更为清楚 其中以奶茶最有效 而市面上各种品牌的奶茶中 午后红茶 奶茶的成分有可能最适合帮助超音波检查 片山表示 如果胃中有奶茶 约可看到9成左右的胃脏 对早期发现胃脏癌非常有帮助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奶茶 不能是柠檬红茶或其他饮料 片山说明 因为柠檬会导致胃中产生胃酸 碳酸饮料有很多小气泡 反而会导致更看不清楚胃脏 奶茶的濁度则正好有助于超音波检验 片山说 检验时会请患者先买奶茶来喝 几乎所有的患者都很开心地接受检验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检验研究部部 长中山富雄日前在网路媒体PresidentOnline撰文表示 他曾服务大阪的一间医院 多年来一直在摸索早期发现胃脏癌的方法 后来发现在胃脏超音波检验前 喝一罐午后红茶奶茶 就能把胃脏看得很清楚 中山说 推测可能是午后红茶奶茶的乳脂肪成分比例 刚好最适合超音波检验 这使得过去不可能发现的微小胃脏癌也能够被发现 也帮助胃脏癌手术后5年存活率有30%提升到50% 午后红茶制造商 日本Kirin公司表示 没想到自家产品会因此成为话题 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当初制造商品时并没有想到会有医疗用途 希望客户对饮料有一般饮用之外的用途时 能够遵照医师的指示 健康生活编辑部